如果數數比1小,那麼傷就會被數數大 如果數數等於1,那傷就會跟被數數一樣 如果數數大於1,那傷就會小於被數數 我們碰到除法的問題時 如果除數小於1,那傷就會大於被除數 然後如果除數等於1,傷就會等於被除數 如果除數小於大於1,然後傷就會小於被除數 除法就是把一個東西評分給幾個人 那答案就會比傷還來的小 平常我們都看到的是如果除數會大於1,那結果是這樣 那如果除數會等於1,那被除數就假如說 如果你有50塊,評分給一個人 那這個給一個人的那個人,它還是跟原本的錢是一樣的 因為你只評分給一個人,沒有評分給兩個人 那它的答案還是會是一樣的 那它的背數數就跟上去一樣的 那如果除數小於1的話 如果除數小於1的話 如果除數小於1的話 傷就會比背數數還來的大 如果除數小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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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如果他除數小於1的話,那他的結果就會大於被除數 如果除數大於1的話,結果會比被除數小 如果除數等於1的話,結果會跟被除數一樣大 如果除數小於1的話,結果會比被除數大 如果除數大於1的時候,傷就會被除數 如果除數小於1的時候,傷就會大於被除數 如果除數小於1的時候,傷就會大於被除數 謝謝 謝謝